頂著運度控訴平台 三十多歲的羅小姐 從2017年開始陸續和老公 在IMB借貸平台投入一百五十萬元 前四年都有拿到 百分之九到十二的年化報酬率 沒想到從2021年開始 就沒拿到利息 甚至拖延本金才發現 已經受騙上當 我就認為說 他已經私底下的作業 已經太亂了 根本沒辦法對賬 然後我就一直在自救會裡面 提出我很多的質疑 一直到十月十號 那個負責人他就出來說明說 債券是假的 當初還找朋友同事一起投資 有人一虧就是六百萬 目前累積被騙人數已有五千人 資金上看二十五億 裡面有投資金額 達到四五千萬或是九千萬 這些人其實都想不開 雖然我覺得我的金額還好 對 我覺得只要生活過得下去 都OK 對 但是這些人他等同於自殺 龐氏騙局在台灣上演 其實IMB的運作模式就是透過 無法向銀行借錢的企業 抵押土地 並由平台媒合 找原始借款人抵押設定 這時再透過手上債權 以小額方式轉賣給一般投資人 但平台卻被抓包 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債權 都是假的 根本沒有借款人 他原本的運作模式都是合法的 但是問題出在什麼 出在最後是詐欺 因為他的債權是假的 那這其實是簡單的集合 簡單的第三方查證就可以做出來的 而金管快進行也收到陳情案 並表示IMB平台已經違反銀行法 有不當吸睛疑律 這兩天已經移送檢調 回到一個他是一個詐欺的犯罪 甚至有違反銀行法的部分 所以可能都是要去 透過司法單位去報案 目前已經由台北地檢署 指揮刑事局的徵器大隊 在積極的偵辦當中 根據銀行法規定 這起案件最重可罰五億關七年 但現在負責人疑似捲款逃跑 受害者的辛苦錢還拿得回來嗎 八達新聞是阿竹賴成為台北新聞報導 剛剛看到了整個的手法 大家是以龐氏騙局來做形容 其他的運作模式 就是去除了銀行中介 直接媒合借貸雙方 同時目前全台灣 有數十間的借貸平台 盡管會說了 大部分都是正派經營 而且是合法的 合什麼法呢 合的是經濟部的公司法 但是只要避免買到假債權 似乎是目前為止 大家的一個自保的方法 我們問了其他所謂的借貸平台 他們就說 投資人購買債權之後 是可以 可以向平台確認 借款人的身份資料 如果你一問之下 他們沒有辦法及時提供 可能就有賬 譬如說他現在還欠多少錢 9萬2 然後卡債還有多少 借款人貸款前 得付上聯真中心的信用評分 如果分數過低 借貸平台就考慮不何貸 他個人跟銀行往來的一些紀錄 開始審核 他能不能借款 作業格外嚴謹 就是要降低違約風險 其實P2P借貸平台 在海外早就行之有年 意思就是透過網路平台 將資金提供者 也就是放款人 把錢借給有資金需求者的 借款人 目前在台灣也有數十家平台 只是這回IMB爆發賣假債權 其他業者也被波及 假的債權 它就是一個詐欺 P2P的網路借貸 它其實有很多正面的意義 運作方式就是 我不要這樣的一個銀行中介 讓雙方直接接觸 秀出厚厚一疊 全是借款人資料 投資人隨時都可以向平台查詢 借錢的是誰 如果平台交不出借款人身份 或是不清楚債權比例等資訊 就可能有問題 另外借款人一旦違約沒按時繳錢 投資人提告後有無水所全 也能確認債權真偽 他不完全我要告的時候 沒有辦法告 他根本拿不出一個資料給你 你拿不出來當然就是假債權 投資人真的得自己小心了 因為金管會就表明 P2P平台並非他們監管的特許事業 雖然公司法管理公司登記 但是經濟部也表示不是主管機關 至於數法部 法務部同樣不認 盡然形成灰色地帶 新型態商業模式更多之後 是不是有一些規範 可以讓業者去遵守 或是我們也呼籲過的 採執照制等等 絕大部分都是正派機 他可以跟人家合作 那目前確實也有試加跟人家合作 針對IMB爆雷事件 公部門應該硬起來監管重罰 否則類似事件若再次發生 恐怕也對金融 科技 新興產業 造成無形打壓 八大新聞社主賴晨成為台北超島